第一,新生嬰兒獎勵金 向每名於今日起在香港出生 而他的父或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新生嬰兒 發放一筆過的兩萬元現金獎勵 為期三年,之後再作檢討 第二,提高與居所有關的稅項扣減最高限額 2024、25年課稅年度起 如果立稅人和在今日或之後 首個出生的子女同住 他的居所貸款利息扣除 或者住宅、租金、稅項扣除的最高限額 將由10萬元提高2成至12萬 直至該名同住子女年滿18歲為止 第三,資助出售單位優先安排 防委會將推出加油初生優先選樓計劃 增加新生嬰兒家庭成功購買資助出售單位的機會 由明年推出的居屋開始預留部分單位配額 讓今天或之後有嬰兒出生的家庭抽籤及優先選樓 直至該名子女年滿3歲為止 每次出售居屋及陸自居會額外預留單位總數 大約10%作優先選樓 第四,公屋優先安排 防委會將推出加油初生優先配屋計劃 加快新生嬰兒家庭的公屋申請或偏配公屋 今天或之後有嬰兒出生的家庭 可以縮短一年輪候時間 明年4月生效 既然和社會變得金色 例如新世的家庭